而尽管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3.3% 但随着美国通货膨胀正在降温 有一些东西实际上是比去年更加便宜的 五项降价最明显的商品包括了二手车 餐具 电视 主要家电 还有机票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报道 美国最近二手车和卡车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9.3% 根据CPI数据 2021年二手车和卡车价格上涨了40.5% 之后价格有所回落 并在过去两年中稳定下降 价格下降的主因是市场上二手车过剩 这与疫情大流行时期的情况基本相反 根据CPI数据 2023年价值25,000美元的二手车 现在售价为22,675美元 降了2,325美元 餐具的价格比去年下降8.1% 餐具的价格和房屋销售有高度关联 因为很多人在搬家时都会升级厨房用品 售出的房屋数量减少 很可能是导致餐具价格降低的一个因素 电视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6.6% 报道称 电视价格在过去12个月呈现下降趋势 因为电视的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便宜 另外一个因素在于 智慧电视收集的数据可以为制造商带来收入 这使得他们能够进一步降低电视价格 主要家电的价格将去年下降6.2% 报道指出 烤箱 冰箱 冰柜 洗碗机和其他大型家电的价格 即2023年年降7.3%之后 在2024年迄今为止又下降了3.5% 而在过去的12个月里 大型家电的价格下降了6.2% 主要家电降价的因素包含 工厂效率的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 导致制造商更容易对主要家电进行折扣 其次 该行业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这意味着折扣很常见 此外 房地产市场放缓 抑制了销售 因为人们在搬进新房子时往往会购买家电 最后是机票 其价格比去年下降5.9% 由于旅游需求被压抑加上燃油价格高昂 机票价格在2022年飙升了25% 不过之后有所回落 和2022年相比更加便宜的燃油价格 以及商务旅行减少 航班动力增加和航班需求减少 都有助于降低整体飞行成本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